今次用兩星期做的檢測 暫時找到32個確診個案 專家認為日後當疫情完全失控 用盡圍堵政策都失敗 才需要做全民檢測 郭永恩問過專家 1日開始做檢測 頭10日每日超過10萬人採養 最高峰數天每日更加有近20萬人 化驗量也有上升 有兩日每日要驗超過20萬樣本 檢測第三日開始抽出隱形患者 檢測中抽到的最大傳播鏈 要數大圍交通城大廈群組 群組13人確診 5個人有做社區檢測 雖然最先的個案 在2號找到的車房工人 不是由檢測來 不過當時未知有傳播鏈 之後找到的個案 包括跟車房工人有接觸的保安和他太太 他們都有做社區檢測 保安做檢測時有發燒 報告陰性 太太就確診 再驗多次之後保安都確診 再追蹤保安和車房工人 陸續找多5個人染病 包括他的同事和他的3個家人 造成二代傳播 大廈一個冷氣技工都是參加檢測找到 但檢測之前已經發病 社區檢測中又找到2個家庭群組 包括住在尖沙咀港景峰兩夫婦連愛用 還有一對帽子 中醫診所執藥員的懷孕33州 印婦都是透過檢測找到 其餘個案都沒有病症 包括餐廳適應 家庭主婦 退休人士等等 那什麼時候應該再做全民檢測 當你那個疫情是完全失控 你是用盡你的圍堵政策都失敗 那你做到最後就要做全民檢測 那就好像內地一樣 你盡可能如果想的效果最好 你是要配合一個居家令 那你要短時間 譬如你7天內最好你可以做到 這樣的經驗其實可以給我們 譬如說有一些社區 如果真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爆發 譬如說牽涉到很多不同的屋邨的時候 可以在一個區域性地做一個擴大規模的檢測 梁子超說這次經驗亦都說明 可以做多些門診樣本 市民有少少病症 不看醫生都應該做檢測 化驗相亦都要配合 要一天內出到報告 加快追蹤同志斷病原 尤善電視記者 郭永一目